他叫做艾达 绰号化身博士 双重人格 异症一邪 一百多年前 艾达的女儿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唯有吸血鬼血清 才能救女儿一命 他向当年由海伦 福尔摩斯 特斯拉 约翰等人组成的天才小组寻求帮助 在遭到拒绝之后 女儿很快就去世了 艾达也由此黑化了 经历了一番波折 海伦亲手杀死了黑化后的艾达博士 没想到他随着水流来到了地心世界 那里的居民救了他一命 可艾达全江仇报 反而发动了政变 在地下城掀起了一波腥风血雨 异形庇护所收到消息 尼泊尔地区出现了一道裂缝 大批原本住在地下城的变种人 通过裂缝来到了地表世界 这将对手无腹肌之力的人类 造成巨大的威胁 庇护所只能在附近买了一块空地 将这些变种人暂时安置于此 换说巨祖是真的没钱了 连特效都省了 由于生活习惯 加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些变种人刚到地表 调和的矛盾 不多久就发生了暴乱 人类在他们的袭击下 根本就不堪一击 领头人爱及甚至绑架了驻地军官 要求人类给他们划出一片地区 他要带着族人坐山为王 并护所被折腾的头痛欲裂 一定是逃走的艾达博士回到地下城 重新发动了政变 破坏了这些变种人的生存空间 于是海伦带着前伏光头墙 来到地下城一探究竟 眼前的一幕让人惊掉了下巴 只见昔日繁华的地下城 已经不复存在 只留一地废墟 满目疮痍 艾达这个神经病 居然直接把地下城给毁了 没有了栖息之地 那些变种人自然去了地表世界 原来艾达的目的 从来都不是占领地下城 而是想利用时空机器 创造出一个时空隧道 好让他带着现代药物 回到一百多年前 救治重病的女儿 时空机器的启动 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 大到足以摧毁一个城市 然而他们已经知道的太晚 艾达的时空机器已经启动 周围的空间天旋地转 只见艾达正在结界内 鼓刀自己的设备 事态逐渐失控 海龙和光头墙却无力阻止 一旦艾达重回过去 修改了历史 那么就有可能造成 上亿的人类消失 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可这对自私自利的艾达来说 算得了什么呢 他只要你要活着就行了 时空隧道已经开启 艾达提着箱子 高高兴兴走进了隧道 如果真的让他得逞了 那将会是全人类的灾难 海龙没有选择 毫不犹豫跟着跳了进去 他来到了1898年的英国 还是那条熟悉的街道 那段熟悉的历史 话说特效总能走点心嘛 这人都悬浮在半空中了 这要历史进程 此时此刻 艾达的女儿已经病入膏肓 他必须要尽快阻止艾达改变历史 海龙二话不说 对着人群中的艾达就是 艾达身受敏捷 跑得还挺快 海龙一时一枪都没打中 两个人一路在想象展开了枪战 海龙被一堆强灰碎石砸晕了过去 好在他在那个时代还算有威望 有不少亲朋好友认得他 福尔摩斯将海龙接回了他的住所 他倒是没有怀疑海龙的身份 就是好奇他什么时候烫的头发 又是从哪买的这身时髦的衣服 直到他领来了海龙的随身物品 什么银行卡啊 身份证啊 不管是材料还是雕刻工艺 都是他从未见过的全新版本 尤其是那部手机 这画面 这电力又是从何而来 还有神奇的伯朗宁自动手枪 真令人惊叹 福尔摩斯甚至从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子弹 身份证上写着 发行于2010年 有效期至2015年 福尔摩斯虽然见识少 可人家毕竟是个高智商侦探 他很快就意识到眼前的海龙 是来自2000年后的未来人 海龙将前因后果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 听说他们在不久之后 都将因为吸血鬼血情长生不老 福尔摩斯兴奋极了 他愿意帮助海龙拯救世界 可他穿成这样到处跑 实在是太显眼了 于是海龙来到卧室 想换一套古代人的衣服 差点就与过去的自己撞上了 海龙必须避开过去的自己 因为当两个自己同时出现在一条时间线上 就会引发时空悲论 同样会改变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的海龙是金色头发 而现代海龙是黑发 画面转到过去的艾达 这个时代的他 真是有在女儿的病床前 研究攻克白血病的药物 可是他研究了很久 实在意筹莫展 只能出门寻求帮助 过去的艾达前脚刚走 现在艾达后脚就悄悄来到病房 他已经带来了吸血鬼血清 望着还有呼吸的女儿 艾达瞬间觉得 这一百多年来的忍辱负重 都是值得的 可这一路的兜兜转转 存放血清的试管 居然破了个大洞 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于他这种天才而言 幸福血清并没有多大难度 与此同时 海伦已经装填好弹药 准备着艾达决一死战 没想到艾达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是过去的艾达 他低声下气请求海伦救救女儿 等他们来到病房 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显然是过去艾达掳走了孩子 他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女儿不见了 过去的艾达绝望极了 可没想到海伦对着艾达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如若不是他的本性邪恶 则会造成如今的后果 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可海伦却忘了 当年就是因为他的傲慢自大 才叫艾达逼上了绝路 历史再次重演 艾达恨死了海伦 你不帮我救女儿 也不帮我找女儿 现在还要骂我 说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这也成了艾达日后黑化的第一步 海伦收到消息 为了艾达正在绅士俱乐部 向那些上流社会的有钱人筹款 海伦也曾试着好言相劝 可人家就是不听啊 海伦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生怕不小心改变历史 他甚至想调配毒药 毒死艾达的女儿 因为筹够了钱 艾达重新架起了实验室 修复了吸血鬼血清 女儿也在血清的治疗下 渐渐恢复了生命力 可她的野心并未止步于此 接下来 她要带着女儿周游世界 享受荣华富贵 然后用掌握的现代科技 征服全世界 将所有人踩在脚下 海伦追到了实验室 艾达已经改变了历史 现在海伦唯一能做的 就是杀死这对父女俩 可面对健康友善的女孩 海伦实在下不了手 两个纠缠了一百多年的老冤甲 相互打起了嘴炮 你一言我一语 随后又将口角伸计成了枪战 女儿也是惊呆了 眼前的父亲充满杀气 再也不是她印象中的那个父亲 两个人从实验室 一路打到了小巷 艾达便开枪 便责怪海伦让她在女儿面前难堪 她的高科技武器 在夜空下 绽放出了艳丽的霞光 海伦被逼到了绝境 艾达随即扔出了一枚振波手雷 爆炸瞬间让海伦陷入失聪状态 她失去了反抗能力 只能任其百步 可艾达忘了 海伦还是个冷兵器的高手 只见她从怀里掏出一把折叠刀 一刀正中艾达大腿 艾达怒了 呼吸一切想要杀死海伦 却不想此时 艾达的女儿冲了出来 子弹的冲击里 击碎了古老的建筑 女儿瞬间被一堆强灰碎石淹没 艾达苦心经营的一切 在那一瞬间统统毁于一旦 可她没有反省 反而再次将女儿的死 归结于海伦的穷追不舍 海伦能怎么办 只能再次送她见了上帝 城归城 土归土 积累了上百年的仇怨 终于烟效云散 过去的艾达文讯 穿过了围观人群 看到了女儿废墟下的肢体 她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同样将所有过错 推在了过去的海伦和福尔摩斯的身上 责怪他们没有早点找到女儿 艾达就是个有人格缺陷的神经病 只会一味的推卸责任 一味的责怪他人 过去的她是这样 现在的她也是这样 女儿死了 艾达黑化 历史没有改变 只是换了个形式罢了 伦敦街道重新恢复了平静 然后海伦却再也回不去了 不过没关系 海伦不老不死 再等个一百多年 她就能回到自己的时间线 大不了就当休假咯 只是这休假的时间有点长而已 画面转到现代 艾达死了 海伦下落不明 威尔作为庇护所的大班负责人 被这批变种人反倒焦头烂额 好在变种人中 还是有几个民事里的善良人士 最终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 大部分变种人都愿意回归地下 重建他们的城市 少部分留在地表世界的异形生物 也答应会与人类和谐相处 在没有海伦的日子里 他们依然能够将所有事物 处理得紧紧有条 用不了多久 那条时间线上的海伦 就能与他们团聚 到时候海伦差不多都200多岁了 等他披荆斩棘再次归来的时候 一切美好的如约而至 喜欢的人和事也都在身边 这就是他坚持的意义 到此 异形庇护所第三集结束 异形庇护所 是少数将牛鬼蛇神 都跪于弱势群体的作品 里面的异形生物 涵盖了东西方各种神话故事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一部小众剧 不管是题材还是主角团队的设定 都很不错 只可惜剧情太牵强 逻辑不行 特效也不行 总感觉编剧心不在焉 放飞自我 剧情前后不搭 虎头蛇尾 虚视节奏缓慢 莫名尴尬 主角团队貌合神离 没有一丝感情祭绊 唯有特斯拉这个逗逼角色 能够打动我 如此好的题材 被编剧搞成这样 真的挺可惜的 剧情虽一般 不过有些客串角色 还是会让人惊喜 像是饰演联合国的联络员 叶芳华 还有故事开头客串异形的 WWE限制级剧心爱极 之所以称呼他为限制级 据说是因为他在很多年前 和女选手丽塔 直接在擂台上上演了一场传戏 他是31响WWE冠军 也是WWE历史上 最成功的反派 难以想象一代巨星 当年居然无聊到 去小众剧里打酱油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